这个星期二十五号就是美国报税截止日 全美民众不论是电子或传统报税 都要赶在这一天以前完成报税手续 如果有民众想要延期报税 也要缴交税金 避免遭到国税局罚款 除此之外 民众也要检查资料 确定填写正确再寄出 面对报税截止日只剩二十四小时不到 不过纳税人别担心 因为二零一四年约有一千两百多万人 通通赶在最后一天才报税 因此使用传统邮寄报税的民众 除了要注意邮局十五号的关门时间 避免预期寄出税表外 尝试上网电子报税也是省时的好方法 至于真的无法赶上截止日期 打算延后报税的民众 也要记得最快的申请方法 是上国税局网站 填写4868表格 即可延长六个月 不过可延后报税 并不等于可延期缴税 因为国税局处理纳税人的未付账款 每个月会收取利息 加百分之五的罚款 直到欠税金额全部付清为止 虽然电子报税越来越普及 让不少民众第一次申请就能上手 不过会计师也提醒民众 2014年遇上欧巴马全民健保 与所得税率增加 一些更新事项都要注意外 寄出税表前 不妨再重新检查一次 确保金额十安号和地址都正确 才能避免出错 被当成讨漏税 东日新闻用志英文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现在我们整理了美国各大主要城市 在15号星期二报税截止日的邮局 夜间加班收件时间 方便观众把握最后期限 顺利完成报税手续 京队宇截止日的邮局 日后期限期限上 遭振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